阿尔尼诺现象持续的在我国肆虐 民众自然是直呼天气太热了 温生部长拿都斯里祖基菲里就透露说 截至今年的首十个星期 就录得了15宗的中暑病例 那其中霹雳和几打个别录得了7宗病例 而沙巴则是有一宗中暑病例 祖基菲里今天在登加楼瓜拉尼鲁斯 为加康复中心主持开幕已是之后向媒体透露 病例当中的11宗是过热疲劳 那其余的是中暑病例 除了几打一个人需要入院治疗之外 其余的14个人接受外诊治疗之后已经康复 他也借机呼吁 尤其是高风险群体的民众 在这段期间务必要摄取充足的水分 一旦发现自己身体不适 务必尽早寻求治疗 除了一份 不妙人 继续 出独装 出独装 精神 继续 出独装